欢迎收看新星的游戏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那么本期我们还是老规矩,点赞过万,我们就飞速更新 那么这一期我们这个十字军之王3,法兰克大帝国党也就要完结了 我们主要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就是重建我们的罗马帝国 当然这个并不难,因为我们将遇的话只差一点点了 那么第二个任务就是要生出真真正正的神级血脉 之前那些没有血清的完美血脉,只能充其量算作为斗地血脉 真正的神级血脉应该是神性之血,血清,多产,天才,海格丽丝加倾国倾城 六大顶级特质要汇聚于一身,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一个负面特质 不过还不急,我们先来面对一下蒙古入侵 目前是公元1199年10月22日 距离蒙古入侵还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蒙古入侵是什么呢?这里有个游戏规则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过,看到没有?有一个蒙古入侵 默认条件下,蒙古人会在1200年左右发动入侵 所以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快到来了 就有点像我们战锤的混沌入侵 像阿提拉里的上帝之鞭入侵 我们法兰克实在太强了,正愁没有敌人给我们揍 那么我花了一些时间,把英伦三岛已经是彻底统一了 大概又打了三五场五六场的王国圣战 然后顺便把冰岛这个地方也给拿下了 所以说我们又可以封出去一个王国了 不然的话这个轿传的太慢 你看传了这么半天 如果是直侠的话,只传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是非直侠,直接封出去的话 传完了,这边也基本上传完了,效率非常高 在授予之前的话,我们先改一下指定继承人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的刘备 改成刘备,指定继承人 这样的话就一块地都不会丢 我们就先把英格兰王位留着 我们先创建一下爱尔兰的王位 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二女儿就成为了爱尔兰的女王了 然后将苏格兰王国给到我们完美属性的三女儿,孙上香 那这个四女儿,朱丽恩,那你就当这个威尔士女王吧 我现在需要我的大女儿去做英格兰女王 但是她之前嫁给了一个小伯爵 于是乎就把那个小伯爵给杀了 但就算把她老公杀了,她现在的话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不在我们宫廷里面 而且的话还改了姓 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需要直接把她给抓了 然后把她招募过来,然后让她改个姓 再让她登基成为英格兰女王 哎呦,这个是我女儿啊 我对我女儿都要搞这种东西的嘛 哎呀,但是为了把她收回来,我真的煞费苦心啊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 C给你王位啊,我的女儿啊 哎呀,整体是 哎呀,真的,父亲的爱啊 老父亲的爱你无法理解有的时候 但是等你长到47的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能知道你爸爸到底多么的爱你 这句话呢,也同样送给在座看视频或者看直播的各位 因为我的观众的话呢,可能年纪也不是太大 但也不是太小啊 可能正处于这个青春叛逆期,是不是啊 很多时候可能会给你们的父亲啊,产生一些矛盾啊 但是你长大一点啊,你就能知道你爸爸是对的 或者说绝大多数时候你爸爸是对的 多体会一下父亲的良苦用心 哎,玩游戏不能只玩游戏嘛 是不是,还是这个道理啊 大家看啊,我们的罗马的话呢,有13000多的这个农民暴徒在围城啊 你会发现他这个围城的效率 他要围4年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这个罗马城被我盖到了17级的城防 那可是17级的城防啊 这个守军4700多人,哇 1万多人要围4年啊 这个军生坦丁呢 军生坦丁我好像很久没有给他建设过了 他现在是14级的城防 再给你声一声啊 不能落后罗马太多嘛,对不对 他的兵力还是很多的啊 有5000多人 1203年 蒙古人崛起 哇,终于来了 有效一声在遥远的大草原上 蛮族部落中崛起了一位新的领袖 这位可汗铁木真 称他自己为世界的统治者 成吉思汗 并发誓要征服全世界 他并非头一个说出这种危险的人 不过传说 可汗率领的骑兵锐不可当 根本就不可能杀死 任何被蒙古人占领的伯爵领 将失去绝大部分发展度 Holy shit 就是焦土政策嘛 对吧,焦土政策啊 哎呀,有点狠啊 有点狠,终于来了啊 我等了他那么多年终于来了 他目前是这么小,看到没有 那么小一个国家啊 他已经和旁边的人开战了 他手上有两万大军 其中有一万八千九的士剑士兵 应该就是公骑啊 这个可以把他直接杀掉的吧 但太远了啊 但是我觉得直接杀掉也没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等吧 好吧 最伟大的函 二二一二 恐怖值天然加五十 哦,风神上一加二十 阴险计谋阻力加百分之二十五 哦,敌方的成功概率再减二十 你想刺杀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啊 经由征服之权柄 铁木真被称为环宇的统治者 我感觉欧洲正在颤抖 你们知道吧 不过还好啊 目前欧洲的主要统治者是我们 对不对 我们的法兰西铁记 应该是法兰西清记 要和这个铁木真的公骑啊 白白万子了 我突然发现我可以这个创办大学了 获得绰号学者 他的要求是这么多伯爵林里面啊 至少有一个的发展度大于四十啊 那么我们目前有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西耶纳伯爵林啊 也就是这个地方西耶纳啊 创办大学 西耶纳获得一个西耶纳大学的特殊建筑槽位 发展度增加20% 加0.1 而且这个建筑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的美籍威望额外的获得一点谋略和一点学识 哦还有这个宗族威望加0.2 哇这个nice啊 还加这个生活经验 哇这个大学太强了 然后呢我又发现我们这个地方有五个可以附庸的 五个 哇塞五个 在哪 哦 nice 这不就是之前东罗马 啊不是东罗马 拜占庭帝国这个分出去的一些人吗 哦这居然还有 哦 这是个大国呀 啊不能大国啊 一个中等国家啊 这个呢 这是个大弯小国 哇 哇 我嬴震不愧是开疆拓土之主啊 啊 哇 我嬴震这一辈子开了多少地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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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我的法兰克 哇 这个黑海基本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内海了 还差这里的一小块地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刚刚加入的这个人 你什么信仰 色列神教是吧 好啊 对了 好多年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教传的怎么样 我看印度三岛 除了我们自己传的这个地之外 其他地都传的非常非常好 传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对这个塞尔维亚 我们发动一个这个王国十字军 只要能把这地方拿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不就连起来了吗 你们仔细看看 对吧 当然中间这块还没连起来 但这块已经是连起来了 来 塞尔维亚 王国十字军 王国十字军 我们要这个塞尔维亚王国 他是这个瓦勒杜派信徒 直接一个大圣战拍在他的脸上 整个中欧东欧疯了呀 疯了 至于吗 至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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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他们信仰的 这场大圣战的话呢 我们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但是呢也是打下来了 没有问题 十字架之路 大圣战获胜 我们获得了塞尔维亚王国 给到我们的儿子 整块塞尔维亚王国 公元1228年1月30日 法兰克大帝国皇帝 迎镇 驾崩于皇宫 太子刘备47岁 终于得偿所愿 继承大统 其实在我们迎镇这一朝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 就是重建罗马帝国了啊 但是呢我想让这个刘备啊 来当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啊 所以说的话我就没有见啊 等我们刘备这一代的威望达到5000之后啊 我们就把罗马帝国啊给它重建出来 哦我们已经扮演了这么多代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九代十代十一代啊 我们是第十一代 我搜了一下这个唇血 我突然发现 这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唇血 它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分支啊 叫雷蒙啊 叫雷蒙埃迪啊 然后呢家主是这个埃及的国王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哇我们把这个人的老婆杀了吧 然后让他这个唇血来我们家族里面 哎对不住了啊 谁让你出了唇血呢 我们这个金星结婚了这么多代都没出啊 你出了 那我就要把你这个血脉引进进来 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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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皇子罗贝尔加冕为保加利亚国王 这个国王这个领地看着很舒服啊 公元1233年4月2日 我们刘备的威望已达到了五千 那么重建罗马帝国就在今朝来吧 火将重建帝国 在奇迹般的收复了几个世纪前的师弟 罗马帝国又重生了 自满族席卷帝国边境以来 整个欧陆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但如今所有的文明都迎来了一个光明的新时代 在无数希腊尾巢都失败了的地方 一个法兰西人成功了 恢复了败亡的希腊人的帝国 罗马帝国再度强盛 在我开明的统治之下 焕发了往日荣光 准备好将文明 平安和我主的圣光 传遍已知世界的每个角落 为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 愿此永存 你获得称号荣耀者 我们自己获得了奥古斯都 和一个这个荣耀者头衔 刘备重建了罗马帝国 看吵的时候 罗马还被叫做大秦 是不是 所以说刘备迎政和罗马帝国中间 还是能搞到这个关系的 所以说无论是迎政还是刘备 都是合理的 刘备更合理一点 这个颜色在整个天下的话 更加的显眼 原来的蓝色的话 和上面那个萨普米是差不多的 而咱们现在这个粉色的话 应该是独一无二吧 也不至于独一无二 这边也有个粉色 这个粉色没有我们嫩 没有我们粉 我们是最粉的那一个 西兰尼加行审 西兰尼加的市民可以欢庆了 因为罗马的法律 再次屹立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又一个古罗马行审 回到了帝国的怀抱 这是文明世界曾见证的最伟大的帝国 愿它永远远离野蛮人的染指 高卢行审 作为很长一段时间的罗马 认为永远失去的省份 高卢已臣服了罗马 并回归了帝国统治 布列滇尼亚行审 曾经五世纪的时候 罗马守军丢盔卸甲 放弃了布列滇尼亚行审 也残忍地抛弃了布列吞人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感到欣慰了 在忍受这么多世纪的黑暗之后 罗马的统治终于在这座小岛上重建 他们也能够再次认为自己是 帝国的臣民了 罗马帝国皇子极乐 来 授予他波西米亚 王国国王的头衔 罗马帝国皇女刘铁柱 我授予你丹麦王国 女皇的地位 卡里多尼亚行审 罗马帝国现在边界已经超越了 古代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的废墟 最终囊括了整个卡里多尼亚 这块冷漠和无形的土地 是一类奇怪的人的家乡 但是他们将被转变为勤劳闻名的罗马公民 西贝尔尼亚行审 西贝尔尼亚岛是最新加入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的领土 旧帝国从未征服这片土地上慢慢起伏的群山和绿色田野 但是如果不介意下雨或者沿着海岸定居的恶臭的诺斯居民的话 他应该能治理为一个令人舒适的才艺 顺便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铁木真 铁木真已经死了 我天哪怎么快的 他68岁死的 怎么死的 死于年迈 寿终正寝铁木真 不过他儿子继位之后 好像开疆拓土的能力比他爸强多了 有没有 最起码也是大出了很大一块 那个试剑部队的话还在 看到没有 但是只剩下16000了 你们说他打到我们罗马帝国门口的时候 还能剩下多少试剑部队 常备军的话我们已经就完成了 所以说我们目前 哇天哪 一支部队1700 然后一共有9支兵士了 哎呦 弩手 这弩手看起来有点意思啊 300多的一个伤害啊 看起来还可以啊 哎等一下 哦我有这个重力抛石机了 那这个可以不要了啊 对 直接用这个重力抛石机 看下这个披甲骑兵呢 270 81 20 披甲步兵目前有600多 300多 长枪兵有600多 300多 亲戚兵啊 我们还是维持在1200点左右啊 攻击手都有300多 青步兵还是160多 但是他的这个追击达到600多 哎 金骑兵我们也可以出了 看到没有 但还是那句话啊 他这个游戏里面 除了青骑兵和这个 披甲步兵 长枪兵之外啊 其他的部队的话呢 这个受建筑加成太少了啊 太少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玩到后面 基本上都是用青骑兵啊 就比较枯燥啊 但是那也没有办法 预兵 一个本地的神秘主义者坚持要见我 被他带到我面前之后 他开始呼嚎 他手上那些血吗 天照 天照对你不利啊 大人 我扯出一只母鸡 天照不利 你扯母鸡的肠子干什么 你这个人 鲜血告诉我你的未来 那是黑暗的未来 充满死亡 有负面预兆 Holy shit 你要是不说也就算 你说了我反而身体不好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不管那么多啊 咱们还是南征北战 你这预兆是不是稍微晚了一点点呢 刚有预兆 我就没了 这些人的话呢 我早就处理过了 所以说一个地都没有丢啊 罗马帝国皇帝刘备 神秘死亡 那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预兆的话 应该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血光之灾 有人想谋杀我们 大概是那个意思 自西部帝国崩溃以来 意大利再次获得解放 重归于正统罗马的统治 希望这次永远不变 伟大的罗马臣 已经在我的手中 当图拉针柱上的帝国旗帜 随风飘扬时 甚至连坚强的战士们 都已经开始了哭泣 这个因为我们交易太大了 所以说的话 他这个世界的话 会一波一波弹 一波一波弹 我不知道还要弹多少时间 宫国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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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有提战协议 宫国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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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乘以8 将近13000人 每一个的清骑兵相当于是120多个 这个征兆兵 然后你们可以算一下我们这些骑兵 可以相当于多少征兆兵 完了出Bug了 我的清骑兵超过那个 超过那个1200多 达到1300了 结果是什么你们看 他的部队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十国联军最后一个小王国居然被我们打出了 13万的这个清步兵 那这支部队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让这支8万部队 带着87个骑士过来把它灭掉就可以了 咱们这支部队直接撤军就可以了 打不过你好吧 越打数量越多这还谁吃的消啊 那为什么我这边的骑兵可以轻松把它灭掉呢 摩尔大威亚十字军开始了 我看看啊 有多少人参与 参与了呀 因为我们手底下的这个信众太多了 你知道吧 这场大胜战居然没有人 而这个教宗自己又没有国家 所以说军力为零 那我打谁啊 我发现我们的老婆已经34岁了 她的纯血居然没有一个继承到这个 我们的孩子手上去 一个纯血都没有出啊 一个纯血都没有出啊 这个巨人阵倒是连出了俩 哎呀 生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安娜了啊 但是这个安娜也不行啊 她连多产都没有啊 再等一年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只能把它修了 因为超过35岁就生不了了 最后一年 我们的老婆她居然把这个纯血孩子给生出来了 我的天呐 真的是最后一年的机会了 我们老婆34到35以后就生不了了 哎呀可惜这个孩子属性不太行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生出了她的话呢 意味着她16岁之后也可以再继续往下生纯血了 那我们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培养出最完美的这个血脉啊 那这个瓶子的话呢 就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观众啊 萱萱啊 希望她可以不要让我失望啊 能在她的这个下一代啊 生出最完美的孩子啊 是五大啊 应该是六大六大特性齐全的 光靠萱萱努力的话 我感觉不太行啊 咱们再找点这个测试过来啊 我们呢直接找自己的女儿啊 找自己的女儿有这个血清的啊 我们尽量让自己家族里面的话 也产生出这个纯血 但是呢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辅助手段吧 辅助手段 我们把自己的女儿纳成这个小妾之后啊 这个她在我们面前藏东西啊 然后呢我们翻遍了她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她族里面下了镇静计啊 然后呢我们找到了那张藏起来的羊皮纸 某人正在接受一项邀请 为了能和朋友共度时光而表露出的快乐和兴奋 而这个人她正是我 写这封信的人是我的朋友 马列也是我们罗马帝国的皇太后 也就是说我们的母亲写信给我们的女儿 让她和我们过得愉快 春宵一刻值千金 哎呀我们老妈很懂我们呀 我的天哪 哎可以可以啊 我不会让我们老妈失望的 好吗 尽快让她怀孕啊 尽快让她怀孕 一个淘气的微笑浮现在安娜的嘴唇上 我知道我最近表现的很奇怪 为此我道歉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 安娜示意我跟着走 带我到了庭院中 那是穿着旅行服式的马列 我为你们俩安排了一个小旅行 安娜兴奋的说 我想你们俩可以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 安排我和我妈 或者说刘备二世和妈 出去旅游 我这这这 我还以为是 哎呀哎呀哎呀想多了啊想多了 我发现我们宗族规茫号又有7500了 你们看到没有 怎么那么快啊 咱们这个宗族规茫太高了 每个月居然能加30多 你们看到没有 我的天哪 因为我们有 九 哦 天哪 这么夸张吗 哦是的 我们目前家族居然有900多个在世成员 900多个 至于手底下的什么皇帝公爵伯爵这种加的非常少啊 主要就是成员多 公元1268年11月8日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铁木针啊 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派系已经没有了 好像已经是没有了啊 直接就裂开了意思就是 哎呀我当然还说他会不会打到这个东欧呢 帝国的扩张已然越过了图拉针大帝时的疆界 日耳曼尼亚昔日帝国军团的痛苦之缘终于被帝国所平定 现在他将由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所统治 大学这里的话呢我们又有了个进展啊开罗这个地方 哎也有了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位置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开罗的话呢 哎 哦我封出去的王国建筑我也可以造的哦 哦我都没关注过啊 我封出去的王国的话我基本上都让他自己建设了 合着我还可以中央集资帮他造建筑呢 那他怎么不给我造点建筑的呢 现在是1288年的1月11日啊 我发现我们的宗族威望已经长到了每个月41.86了 打开来一看呢 目前我们加洛林已经有了1340名的在世成员了 我是真的玩到1453年的话 这个赛事成员我估计能上个3000 你怎么觉得呢 布特尔游牧民涌入萨特复拉 尽管我是一名尊贵的皇帝 仍然有地方是我尊名影响不到的 这些地方我也不曾指望能够统治 从撒哈拉深处的某些地方出现 布特尔游牧部落民最近扩张进入了萨特复拉 是什么地方 哦 就在我们这个疆域附近啊 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当地的巴拉尼斯居民留下的空地和领土 他们中的一名领袖是来找我 要求我允许他将更多的部落联邦带到此地 并以我的名义掌控这片区域 哈 我让他统治的话他获得那个伯爵领 游牧聚落 哦 加公共好感度 加入我的宫廷 那来吧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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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的一些这个少数部落民啊 然后归附朝廷军一样 或者说归附周围比较强悍的这个军阀啊 如果那个军阀打数 他在归顺击败他的那个军阀 或者说是那个震动朝廷啊 这种事情很常见啊多见于西北方 公元1289年10月18日刘被二世取舍了 那咱们这代的皇帝的话呢又是神秘死亡啊 照样是被暗杀掉的 不过无所谓啊 反正我们下一代的话呢这个轩轩早里上位的也不错啊 也不错 这个时候呢我们搜索唇血得到的是四个结果 大家看到没有 三女一男 其实遗传唇血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两个唇血结果 应该可以100%遗传唇血啊 但是啊 这个三个女的一个男的 而这个男的才两岁 哎这个就非常尴尬了对不对 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东西 你们看 我们这边有个唐婊姐妹38岁 什么属性 多产 唇血 天才 倾国倾城 海格丽丝 五大 传奇特性 全奇 但是 他喵的这血友病是什么东西啊 这近亲繁殖又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你孩子呢 哎呀他孩子肯定是没有遗传唇血 不然的话呢会在这边这个 这个标出来了啊 很可惜 这个索兰娜有唇血的话 他是会降低50% 近亲繁殖的概率的 你们看到没有 但是他这个依然出了近亲繁殖 哇 这个几率有点低的啊 目前来看啊 这个唇血完美孩子 还要看我们的宣宣啊 毕竟呢他是22岁 看到没有 哎哎哎可惜没有这个多产啊 但他的老公又多产 哎 所以说还是有希望的啊 而且我们这才22岁 生活方式的话呢 谋略这边啊 已经自带了一个30%的生育率了 所以呢我们来到外交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亲族重心啊 加20%的一个生育率 然后呢我们直接往这个顾佳的女人赶啊 顾佳女人的话呢 再加20%的生育率啊 那么20加20 40 再加这边30啊 就是这个70 老公再加50 哎呀呀呀 咱们这个孩子就 噗噜噗噗噗噗 疯狂往外申 成了 我还以为要种上个 十几年二十几年田 才能生得出来呢 第一个就成了 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孩子应该是 我第二个就出了 哇 现在我说我这个萱萱二代是完美孩子 还有谁有意见 神性之血 纯血 多产 天才倾国清晨海格利斯阿玛宗 哦 法兰克大帝国 不 现在已经是罗马帝国了啊 基因飞升功臣 正式完成 基本已经是可以这个完结洒花了 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是对这个西班牙这个开战了 我们就把整个西班牙全部拿下啊 我们就正式完结啊 完结这个党啊 我后面还会玩别的党啊 比方说什么虚异红龙啊 啊这个什么穆斯林啊啊 都是可以玩的嘛 对不对啊 那么集一切美好于一生的啊 这个孩子呢 我们就叫他嫦娥吧 虽然说有很多的名字可以选择啊 像中国的女神 外国的女神啊 像什么这个 像赫拉呀西王母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嫦娥啊 听起来没那么敏感 而且的话呢 更加的美好一些 我们罗马首都啊 这个17级城防 4000多手兵 居然被2万人的这个叛军快围下来了啊 那怎么行 我的天哪 来吧 7000雇佣军大战这个2万部队 你们猜能不能打得赢 你是被城外围的叛军一箭射死了吗 我这个城外叛军刚刚被我收拾掉哎 因为我们这些重点人物都是待在首都的 你知道吧 果然啊 也是被谋杀的 哎哟还死在情人节2月14号 哎那你死的还是蛮浪漫的啊 呵呵呵 还是蛮浪漫的 但是哎呀才扮演了两年就去世 这是我们最短命的一代这个女皇了 不过她的纯雪的话已经是遗传下来了 问题倒不是很大 咱们嫦娥的话呢 可以和之前这个年纪很小的这个纯雪孩子结婚 哎他也是纯雪 然后他4岁 我们0岁真好 哎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的nice啊 非常的nice啊 咱们嫦娥0岁1岁继位啊 咱们手下的保加利亚妖王 保加利亚国王就宣布叛乱了 疯了吧你 他直接要我们的皇帝头衔 你们看到没有 他有我们的强宣是不是 没有我们的强宣啊 他有我们的弱宣 你很嚣张啊 你真的很嚣张啊 妖王啊 哇你们看 你们看哦 哦哦哦哦哦哦 但是咱们麾下也不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国王全部叛乱了啊 哦但是有大部分的国王叛乱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罗马帝国要在这个 这个统一天下大半的前夕要分崩离析吗 我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战争呢已经是打了好多个月了啊 我已经拿了好多个国家的首都 但你会发现这个分数啊 依旧是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占了我们很多的地啊 然后呢我发现啊 这个 这一波的叛军有8万多人 咱们目前只剩下4万多人 7年的时间 我们终于平定了国内的这场超级大叛乱 直到战争结束啊 敌方还有4万的兵力啊 当然我们还剩4万啊 执行强制要求求禁各路王公贵族 我的天哪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究竟有多少的这个 哦我们看不见了 咱们最大的话呢 和直接封的王啊 猴啊 没有猴全是王啊 那些王的话已经没啥关系了啊 就是看不见这边一大牌的这个国王被抓啊 随便找几个啊 威尔士啊 英格兰 苏格兰 埃尔兰是没有参与啊 我非常的欣慰啊 弗里西亚啊 你让我非常失望 是不是 波西 哎 波西里面也没有参加 那还可以啊 我们还是有点人心的啊 巴法利亚 大摩那摩亚也没有判啊 哎 这个潘诺尼亚也没有判 特罗地亚也没有判啊 萨丁是判了的 塞尔维亚判了 保加利亚没有判 埃及判了 哎呀 人还是不少的啊 人还是不少的 我们 又生了个儿子 然后这个儿子 啊 我的嫦娥是这个属性 咱们嫦娥的大儿子 他们也是这个属性 说明我们基因飞升真的非常成功 真的非常成功啊 嫦娥的儿子你就叫后裔吧 没问题吧 哎 我的儿子 不对啊 后裔不是你老公 啊 没没没关系 这个他们不是没有成为老公吗 对不对 上辈子没有成为老公 你这辈子成为我的儿子 哎 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 哎 是不是反正就很轻 公元1322年3月22日 多么特殊的一个日子啊 我们罗马帝国终于拿下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这个西班牙的话已经蜕变成了这个五脉叶了 目前我们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是真正的又达到了极盛 北到冰岛 南到埃及 西齐伊比利亚半岛 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啊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面积啊 包括英伦三岛呢 我们也拿下了啊 也拿下了 我们这个党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铁木针啊 这个蒙古入侵的话呢 完全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档在一开始的话呢 是准备走直辖的啊 然后呢 由于后面这个改教的原因啊 所以说就被迫走成了这个直辖加分封的这么一个模式啊 那么这个模式之下的话呢 那自己直辖这边区域的话就会不停的包叛乱啊 其实拿着西班牙要不要多长时间呢啊 中间押叛乱就押了好多年啊 挺麻烦的 不过呢大家看 色孽神教啊 虽然说还不是天下第一教派吧 不过也差不多啊 对吧 他们这个虽然大 但是他们地赖呀 对不对 咱们这个地方这个地也不小 而且地还特别好 是吧 天下第一大教派好像也是我们啊 天下第一大国也是我们 天下第一神人 他也是我们 下一代的天下第一神童还是我们的 哎呀呀呀呀呀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宗族威望莫名其妙的也攒到了两万点啊 目前我们再世成员大家看 两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到过再世成员有两千的党 呵呵呵呵我就玩到了 一千九百九十二 呵呵呵呵 尽可能多的我们点一点啊 看看能点多少的东哥威望 我们最终呢是把我们这个家族传承点了这么多 还剩下那么八个没有点完啊 应该点了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啊 百分之七十左右啊 太离谱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金币啊大家看一下 每月出入是七百六十八啊 兵力的话上限是十六万啊十六万 然后这国库里面有七十万的金币 咱们长额目前才三十岁啊 他这个威望啊已经三万点了 这个前程已经要破十万了 呵呵呵呵 然后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把我们这个地牢里的囚犯啊全部杀掉啊 你们见过一次性击杀一百五十七名囚犯吗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要让你们见证一下啊 这里面应该是有不少我的这个亲人的啊 所以说目前这里是近两千的这个三十成员啊 我们现在全部出局 全部出局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宗族威望啊 现在还有多少人存回于世呢 156个人里面有三十个是我们的亲戚啊 有三十个是我们亲戚也还好嘛 好那么做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个法兰克大帝国党啊 或者说是罗马帝国党的话呢 这个大家正式完结洒花了 那么下一个系列 你们想看哪一个派系或者说哪一个mode呢 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评论告诉我 我们就下个系列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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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